这个女人的身体忽然开始分解 一开始是牙齿 后来是手指 面部 她惊慌失措 冲进洗手间里把自己关起来 她叫寡姐 自从十几个小时前 吸食一种药物后 她的大脑处于持续开发状态 达到20% 她能控制电磁波 到达40% 她能意念控物 而达到100% 她整个人将失去肉体 成为彻底的精神存在 事情回到十几个小时前 那时寡姐还是一个普通大学生 由于交了个不靠谱的男友 她被无端卷入一场贩毒交易 在给毒箱送上货物后 大脑却继续利用她 把毒品缝进她的肚子中 想让她偷偷走私到外国 可这时 由于跟大脑小弟起了争执 对方狠狠往她肚子上踹了两脚 这一下可好 毒品当场在她肚子里泄露 但在吸收后 她整个人忽然癫狂起来 甚至飞到了天花板上 等平静下来之时 寡姐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 此时 她的大脑开发到了20% 她保持着冷静 接着在小弟进来时 先引诱对方挨近自己 然后瞬间抽过对方的皮带反杀 她拿上钥匙和手枪 出门干掉了所有毒箱小弟 随后寡姐赶紧来到医院 虽然身处天朝 但不知为何她能够读懂所有文字 她闯入一间手术室 看了一眼病患透视图 就直接送走了手术台上的病患 原因是 对方就不活了 她逼迫医生取出自己体内的毒品 医生解释 这种新毒品是由母亲怀孕时 刺激胎儿生长的激素所致 对方不敢相信 寡姐吸收了这么多后 竟然还能活下来 寡姐心头有点沉重 她离开医院 来到闺蜜家一翻百度 由于大脑在不停地开发 她吸收知识的能力大幅度增加 她了解到 自己的大脑目前已经开发到28% 细胞正在以每秒百万的速度繁殖 而根据一名教授的理论 人脑一旦超过20% 就会不断开发下去 直到100% 对方还提出假设 若能量足够 生命细胞会本能地选择繁殖 但若能量不够 细胞组织将会自动解体 以达到单个细胞的永生 于是寡姐赶紧联系了教授 希望能够获得解决办法 这个美国教授目瞪口呆 她从未看过脑力超过20%的活人 而面前这个用电视和她打电话的寡姐 就是这样一名传说 寡姐不仅清晰搞懂了 她职业生涯的所有成果 还有控制所有电磁波的超能力 但可惜的是 由于大脑潜能的不断开发 寡姐人性中的每一项障碍都在被剔除 感觉不到疼痛 就连情绪也渐渐减少 一旦到达100% 很可能人体也会消失 一番沟通后 寡姐意识到自己免不了意思 便打算用上所有毒品 为自己提供能量直至100% 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利用剩余的时间 探索出所有人类知识 然后把他们传递下去造福人类 很快她来到毒箱总部 一番行鱼流水轻松干掉小弟 她把双刀插进大脑双手 通过意念获取大脑记忆 得知了另外几包毒品的位置 接着她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一名法国警长 很快毒贩们纷纷落网 寡姐也启程往法国飞去 路上她通过电脑疯狂地学习人类所有知识 可还没有落地 忽然间她的身体就分解起来 原来她的大脑开发已达40% 拥有了一年一物的超能力 但因为药物提供的能量不足 她的细胞组织开始解体 她惊慌地往洗手间跑去 中途还正飞一名空乘 寡姐赶紧吃下一包药物 这才停止了分解 可下一秒 醒来后 寡姐发现自己在法国的医院里 她迅速穿好衣物走出房外 警长正要制止她 直见她一挥手 所有警察纷纷昏睡倒地 警长的子弹一颗颗掉落在地 她难以置信 不知道寡姐到底是何方神圣 此时毒贩大佬也派人杀赖 他们闯进关押室 取走运输者肚里的毒品 警长和寡姐立马赶到 但很显然 警长根本不用动手 寡姐的大脑开发到60%了 她只用眼睛一瞪 小头目转身就撞到空气墙 再来个念力控制 小弟的武器全粘在天花板上缴械 小弟们还想着打拳击 下一秒就直接飞天上去了 寡姐施压住小头目 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药箱 她带着警长坐上车 开启疯狂飙车模式 她解释 自己在今天之前还从没开过车 寡姐一阵风驰电掣 很快就来到了教授的工作处 经过一番探讨 教授发现寡姐的知识理解 已经到达了宇宙级的高度 她表示 时间是宇宙间唯一能衡量物质的标准 在她的指导下 教授和同事将剩余的毒品制成药液形态 开始往她体内输液 以帮助其大脑开发到100% 这时满心想着复仇的毒贩老大亲自出马 带着小弟们杀了过来 他们与警察展开枪战 一时间狼道里枪林弹雨 最后一个小弟拿着火箭带 试图往工作间开炮 另一边 寡姐已经到达80% 她的身体开始变换形态 成为了一台大型的生物计算机 她不断地从电脑等设备里汲取能量 最后 她更改工作室里的空间外观 把现场变成一片白色 教授们全都看傻了 这时火箭弹袭来 此时的寡姐已达到90% 她被冲击波一阵 竟然直接穿越空间 来到了埃菲尔铁塔 接着她运用自己的超能力 不断地在时空间穿梭 她能控制时间的流动 还能够感受整个宇宙带给她的力量 她来到殖民时代 甚至史前时代 最后她来到人类第一次诞生的时候 她伸出手 和史上第一名人类女性触碰了手指 一瞬间 寡姐感受到了宇宙中所有时空的奥秘 她充满能量 整个身体开始变成黑色 此时大佬走了进来 她刚端枪对准寡姐 寡姐就到了100% 一眨眼功夫 寡姐的肉体消失了 大佬正懵逼着 警长冲进来 几枪就接过了大佬 这时工作室里的大型计算机伸出触手 变出了一个U盘 教授一接过 整个计算机就化为了灰烬 看来寡姐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她把人类的所有奥秘都继承在了这个U盘里 正当警长疑惑寡姐本人到底去哪时 她的手机响起来 上面写着 我无处不在 教授会心一笑 现在的寡姐估计已经不能算人了 而是如神一般的抄体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外挂无限的电影叫做抄体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